好,大家好,2020年12月30日 歡迎大家收聽今天的內會分析 我是Carson 今天我們有兩位嘉賓 首先是黃冠一教授 阿翔,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亦都有我們的財經評論員黃榮坤 James,你好 Hello,大家好 我們做節目應該是2020年最後一次做節目 最後 如果要再跟大家見面,就要等2021 不過今天都有些新的消息出現 我們臨做節目之前 其實很多內地的媒體 尤其是央視新聞都報導了 就是國家主席習近平 其實今晚就在北京 就跟歐洲幾個主要的一些領導人 包括有默克爾 有法國總統馬克龍 也有歐洲理事會的主席等等 就舉行一個視頻會 視頻會 是的,這個會議的重點就是什麼 就是經歷七年的一個 這個中國跟歐盟的投資協定的談判 就正式他們宣佈是完成了 就是兩者之間 他們接下來就應該是有一個互相的開放 就是中國就會開放給歐盟 就是做一些投資進來 而歐盟方面也會就著一些領域 就會開放給中國進來 反而我想問一件事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過去那三年 我們一直都在講中美貿易戰 就是中國跟美國就就著很多不同的領域 就是很多的戰爭 貿易戰也好 科技戰也好 金融戰也好 貨幣戰也好 中美都 就是 都仍在這個戰爭當中 都沒完沒了的 但是現在 中國跟歐盟就握手了 就是跟歐洲握手 其實會不會令到大家 中美之間角力這件事可以擺在一旁呢 或者怎樣看中國跟歐盟這次的投資協定 中國跟美國都是不可以擺在一旁 你死我亡的嘛 但是算不算多個盟友 你美國佬要中國跪低就一定的 因為他的腦袋還是在1900年的白國聯軍那裏 因為中國是 我捏死你 我禁死你 我打死你 我一萬五千人可以打死你二十萬人 那些東西 是不是 就是那個腦袋沒有掌進過 是不是 還有他們厲害的那班人只有0.1% 他們現在根本就是 過去那二十年來講 他們根本就是科技 去領導那個國家 是不是 你沒有科技 美國也會死 所以你就鑿大了那個FANG那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 那五大的獨角獸 佔了整個S&P 20%以上的market cap 是不是 那你如果沒有這些東西你就死好了 那你中國 我經常都說 你現在美國 看到中國的崛起 第一 這個世界沒有和平崛起這四個字 這個世界 第二就是 我都說我是顏色之戰 是不是 就是Anglo Section 就是這些白人統治了這個世界 幾百年 由殖民到掠奪 到現在突然間你弄了一個黃皮膚上來 是不是 還要你是Socialism 或是Commonism 我們的Capitalism 雖然走到極端 快要睡街 但是問題 我也不可以被你打起 是吧 所以 但是你沒有辦法 因為我說 歐洲在一個沒有辦法之下 因為大家都有原罪 那個原罪就是 歐洲負責殖民 是吧 由葡萄牙西班牙到英國 是吧 美國佬負責掠奪 他們宣傳了Democracy 就是民主的 你不相信民主 我就打死你 他去的地方哪有民主 全部被他打死了 根本他自己的民主 就快要打死了 你看到這次的大選 就看到了 好了 你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但是你歐洲 在美國 因為是盟友 是吧 所以捆綁他們上去 你是不是白色 是呀 跟著我走 我是大哥 但是他們想深一層 這樣下去 就跟著他一起墮落 一起衰落 所以在政治上 可能還是站在你那邊 但是在這個做生意那裡 大哥不要教我 不用開飯 是吧 一個人都要開飯 趁你現在搞到大陸戀龍的時候 你自己搞到戀龍 趁你自己跟大陸搞到一塌糊塗的時候 他們就跟內地簽這個中歐投資協議 你聽清楚這個是中歐投資協議 這個是關於經濟上的一切活動 包括貿易 很多 很多 所以是很多方面 大家一起合作 大家好像 大家開放門戶 或者沒有關稅 或者什麼 就是那些 還有一些投資 還有一些投資 我有些領域給你進來 比如金融 給你進來 你美國佬你不要進來 你這麼厲害 你自己鎖角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在歷史上 特意挑選這個時候 在軍事上跟俄羅斯做一個大龍鳳 俄羅斯普京都說了出來 是吧 就是他自己都要 就是我們都不可以 就是我們要盯著這些人癡線的 是吧 我們都要保護自己的家園 是吧 我不是打你 不過你夠膽你就來 在軍事上 在這個投資 在這個經濟的領域 一定要黏著歐洲 歐洲 歐洲一向都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不是美國 你現在簽訂這些東西 我開放市場給你 起碼來歐洲 都有一些文化的歷史 大家都說文化的 是吧 大家文化文化 大家好像我和James 大家文人坐在那裡聊天 都不是和黑社會在那裡說什麼 是吧 瘦彩如雀兵 又說不清 喜歡打你就打你 喜歡退群就退群 是吧 所以你沒得談 我跟你有得談 所以這個中歐的投資協定 是對未來的兩大陣營 都是很大好處的 可能將來很多東西的來往交往 包括一帶一路 包括一帶一路 經過的那些路線 是吧 開放的領域給你 比如有些很敏感的 比如金融 甚至是科技 大家交換 是吧 太空 這些東西 大家都可以 大家 一起去做 是吧 美國你要孤立自己 你要單邊主義 你要霸權主義 你就自己去霸權 是吧 因為你現在一路走的那條路 就是羅馬帝國滅亡的那條路 是吧 是吧 你喜歡去就不做 是吧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 所以你看到歐元被領埔抽上去 我一路都說 不要沽歐元 不要沽英鎊 不要沽 非美貨幣不要沽 大哥 其實這件事 阿Sir 你會覺得其實 顧資源 其實對中國的發展是重要的 但其實對於歐洲 是一個叫做 因為大家都知道歐洲的經濟 其實近年長期都是一個處於 可能收縮的狀態 積弱的狀態 其實對於歐洲的經濟復甦 其實是不是都相當重要 都是重要的 你有甚麼出路先 你看看歐洲有甚麼出路先 我歐盟已經大家捆綁在一起 就是糖水滾糖魚了 嗯 英國走了出去了 英國走了出去了 那我跟你美國有甚麼 有很多事情做 有甚麼做 做到都要捆綁政治的 是吧 我跟你做甚麼 你都有條件 要捆綁政治的 是吧 你做大哥做著 你說我不是不想做大哥 我就是做大哥 不過你要給錢我 北約也是這樣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嗯 現在你跟中國合作 中國是有甚麼 對你歐洲 這麼大的影響呢 我就見不到 嗯 那你那些 你那些 譬如馬克爾 就算馬克龍 那些受夠你特朗普戲 手都被他捏碎 那些骨子 是吧 站在那裡 給你口水 你整個蛋 你的口水噴我 馬克爾都水浸眼眉 所以他們 人是心中有數的 如果你跟中國真的合作 喂 話實話 我在2014年 那個 我最後那個 研討 我都說 中國是一個 38省市 等於38個國家的版圖 等於整個歐洲的版圖 人口的版圖 GDP的版圖 是吧 那兩大陣營去合作 有甚麼問題 嗯 分分中出現很多 姐妹 是吧 法蘭克福 就跟這個 法蘭克福 就跟這個大連 是吧 姐妹 巴黎 就跟這個天津姐妹 有甚麼出奇 就是散的那些 不是事 就是散的那些 是吧 所以 這次是好的 對中歐來說 都是好的 你美國都看在眼裡 你便繼續去玩政治 因為你已經走到窮途末路 今個星期 就相當多協議 因為剛剛我們說 就是中國和歐盟 待會等到James 你再看 有甚麼看法 而另一個就是 大家都知道 脫歐 今天約翰信 就是Boris Johnson 就是這個 英國的暫時 最高利潤能力出來說 其實這個協議 就相當之重要 因為英國 就可以從這個 脫歐走出來 也都是 開始是時候 要調整一下 就是 接下來的走向 James 我知你對於 英國脫歐 都有一些看法 那你怎樣看 就是 中國和歐盟 和英國現在 就是不同之間 都有一些不同的協議 對於接下來的發展 會是怎樣 我覺得都試探到出來 歐洲它自己本身 對整個環球局勢 就是那個態度 首先 英國那邊 我不知道阿Sir 怎麼看 阿Sir覺得 協議 應該對英國 沒甚麼理 簡直不利 一個加拿大的模式 一個澳洲的模式 澳洲模式 基本上就等於 WTO框架 現在基本上 都是這樣 可能有幾個 比較重要的 產品 給你免稅 先 其他慢慢再加 但是 這件事對英國 已經走開的 和歐洲那邊的 一種貿易模式 其實就沒有太大幫助 另外就是 你看到 這次和英國 去談的過程之中 Boris Johnson 他自己做秀 還他自己做秀 說真的 你去爭執 暴雨這個業務 佔了可能 整年的 GDP 賺出5億英鎊 佔GDP 0.1%不夠 然後他自己本身 還有60%的暴雨權 是在歐盟國家手上的 那你爭什麼 很明顯是 這件事 是最多民眾 可以切身體會到的 你和他講 那個協議的監察 和最終的一個judgment 或者你和他講 那個level playground 他詭明嗎 他只是去明白 暴雨這件事 做到做去做到足 就跟你爭到最後一刻 這個是他自己還他做戲 但是 歐盟那邊 你就很明顯見到 是法國做了主導的 因為 其實如果你將 法國和德國 去分類的話 其實默克爾 一向都是 覺得英國脫歐 是一件比較 令人遺憾的事 他想用一些 比較civilized 一些比較有禮貌的方法 去談脫歐協議 但是法國 就一直都不是很 滿意英國的 因為他覺得 英國現在脫歐之後 你幾個不同的 outcome 對他在國內 去爭取選民 都是有利的 譬如說英國 最後又搞到市公投 說不脫了 或者有一個很差的協議 脫歐或者是沒有協議 脫歐 那麼他都可以 show 給國內的民眾去看 馬克龍 馬克龍可以 show 給法國國內的民眾去看 你看看脫歐的成本 其實有多大 過程有多痛苦 那麼他在國內 就可以站得穩住 震腳 你看到整個英國 整個歐盟裏面 德國一向都是經濟的頭碼 但是他的態度 又不想說 是因為英國這件事 而和法國有一個爭拗 那麼其實馬克爾 後來是妥協了的 由得法國去和英國兩邊的態度 去扯道行 去談去撞 那麼其實反對 暴雨那個範疇的主要都是法國 那麼法國自己本身 和英國的貿易往來 又不像德國 不像荷蘭那麼頻密 那麼所以他真的沒有所謂 他和英國就站得硬了 那麼但是到現在 英國脫離了整個歐盟的大家庭 之前英國在歐盟的家庭裏面 他扮演的那個角色 都可以當是美國的一個代言人 那麼兩邊都是看中他這個角色 到現在淡出了的話 其實兩邊對英國的重視程度 都不是那麼強的了 那麼就是法國現在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想 你經濟仍然交給德國 但是對外的外交 和整個區域的一個保安 那麼他可能由法國來負責 那麼所以現在你看到法國 我想在中歐談判之中 都是法國去主導這一種的態度 就是對中國偏向於友善 國內民生亞民主那方面的議題 他就可以求同存異的 但是經濟呢兩邊就先搞了 那麼這個我真的覺得 對歐洲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嗯 好啊 整體來說 現在其實大家覺得 歐洲的利益就會比較多些 那麼不如我們轉講一下 就是另一個話題 就是我們禮拜一的時候 都跟阿sir 講過 無緣無故突然 我記得那天說 就是說那六百元 就是每人派六百元 就會升級到二千元的 那時候我們就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其實那些 因為你派錢 就是要印銀子 所以那個美金就跌了下來 但是現在究竟 可不可以升級到二千元呢 還是一個問號 大哥 你眾議院 當然是乘機 就是乘機抽你水 嗯 我們民主黨在講三萬億 你又在講一萬億 你又在講一萬億 你又加上一萬八千億 現在加上二萬三千億 是不是 那有七千多億 拿出來派給民眾 那些什麼 嗯 好了 那你又說六百元不夠 你初代又說不簽 到簽的時候 你又說六百元不夠 要二千元 那二千元 那就純粹退周 好啊 因為你眾議院是由Democrate控制的 那就純粹退周 好啊 立刻通過二千元 看看你怎樣 是不是 那我相信 參議院一定不會通過的了 Senate 你覺得會嗎 當然不會 因為參議院是共和黨控制 共和黨不是要幫窮人的人 嗯 我是王冠一 我的王SirPatreon平台 現在已經推出了 我會在這裡為大家 每個星期